我們現在來試看看,把這個遙控器帶進來 遙控器有互動,那等一下我們就可以搭配行動裝置產生QR-Code 那麼我們可以直接從剛才的這個來做什麼?做改變 反正硬體接好了,軟體就沒什麼差別 我們來看一下,記得您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您還在執行中,你會發現這裡可不可以換? 不能換,一定要先停止 就是那個互動區域 所以停止了之後,這裡就可以換了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做遙控器 最下面這個 最下面這個,按下去 遙控器是不是就跑出來了? 好,那遙控器跑出來了,您看一下我們左手邊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遙控器的機幕就跑出來了 現在呢,你把它打開 有沒有,遙控器按哪一個按鈕 你就把它拉出來 把它拉出來 這樣子 對了,順便跟老師說明一下 一般我們在上面這邊 這裡 你看我這個機幕 剛剛那個是demo 就是在這邊 有沒有設定的狀態是off 這個通常一般我們稱作初始化 也就是說如果你剛剛玩一玩 燈泡是亮的 你就把層次停掉 它就繼續亮在那裡 對不對? 所以一般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我們在寫層次的時候 您可以做一個初始化的動作 一開始我只要層次執行 我就把燈關掉 那這個燈關掉不只是LED燈關 網頁上的燈也要換回來 這樣的話會避免 就是有時候一打開它本來就是亮的 你就沒有那個感覺 就沒有那個感覺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下面這個我就拉出來了 比如說點擊哪一個按鈕 比如說1的時候 我就把LED燈打開 那這個我就丟掉 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老師應該都有用過Squatch Squatch的話 機幕不要用 是可以丟在旁邊 有沒有 丟在地上的 但是在Webduno的機幕裡面 block裡面 這樣是真的有寫層次出來 所以你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真的把它丟掉 第二個如果你覺得 氣之可惜 因為你想要重複使用 你可以按右鍵 有沒有叫停用機幕 有沒有變了 所以說如果說你覺得說 我這個機幕要暫時先留下來 你就把它先停用 丟到旁邊沒有關係 這樣是可以的 對對對 所以您要怎麼去做 這個在這邊都OK 好我就先把它丟掉好了 好你看我 一開始把它設在10 然後呢 OFF 好點擊1我就讓我們的LED燈 把它設為ON 點擊2我就把它關掉 但是老師要不要再丟一次 不用 機幕可不可以複製 當然可以 你點到它Ctrl加C就好了 Ctrl加C Ctrl加V 有沒有就跑出來了 這樣會比較快 好我就換成2 2就把它關掉 對貼一個 點擊3 那我就把它設成閃爍好了 來這邊閃爍一下 好 點擊4 讓閃爍的時間改變一下 這樣 不一定要跟我一樣 反正我們只是玩一玩 好 所以老師可以稍微看看 那 最後如果你希望有一個可以把它關掉的 你就可以 啊已經有了 我已經有關掉了 好所以這樣應該差不多 好了之後呢 我們先測試看看 我們先來這邊測試看看 就是 看看我們這個 會不會亮 所以一樣按下Click 如果是1的時候 是On 還沒喔 C 來 C 好 我們剛剛把那個 LE燈的右手邊 我們那個網頁互動那個拿掉就OK了 好 因為我現在沒有用到那個嘛 好 所以我現在很單純 就這樣指定 所以 1 有亮燈 對不對 2 關掉 3 閃爍 4 也是閃爍 只是閃的比較快 這樣OK 好 所以 這樣子有了之後 當然不能滿意對不對 手機拿出來 哈哈 因為要產生QR Code 你就可以現場用 你的手機 掃描一下 你看看 你會看到 手機上就是我們網頁上的這個程式 好 就右手邊那個 互動程式 那你就可以直接從手機去做控制 那你就可以直接從手機去做控制 如果老師你玩過之後啊 其實也可以試看看手機陀螺椅 欸對啊 因為我們 那個擺動不一樣啊 您看我們在這裡 我把它放下來 我們陀螺椅 有沒有 水平翻軟 你現在手機如果是擺直的 左右 看你知道左右垂直還是水平 左右垂直還是水平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有控制開關 把它當作有控制開關 那我先稍微解釋一下我們程式碼這邊 你這樣就會比較輕 在這裡 你看這裡 有沒有行動裝置 一樣是按下哪一個 就做偵測嘛 看你是要用旋轉 翻轉 他就 左右翻轉的 那你可以選擇就是他 那個角度 他那個角度齁 他的角度你要轉多少 要轉多少 那我們 因為呢 你看我們 右手邊這裡 我們右手邊這邊 上面是不是有一個叫做 顯示 有沒有 我們這遙控器啊 是不是有一個顯示 他也可以把 就是我們 左右翻轉出來 那個數值 把它顯示在上面 這樣是不是你看的會比較清楚 這個地方齁 各位您可以直接把我這個程式先打開 先偷看一下沒關係 你把它打開齁 這個在簡報的第幾頁 簡報的第五十七頁 簡報第五十七 好 你那個網址點一下就好了 下面就可以直接連出去了 你把那個網址點一下齁 下面這個網址點一下 就可以把它連出去 那 連出去之後 您來這邊看一下 在這裡 一樣是遙控器 我先把它 因為這個要 實際上要手機連看看齁 手機連看看你就會知道 那麼我先告訴各位老師 您那個 到底行動裝置這個機目在哪裡 行動裝置這個機目在這邊 你看我們左手邊 進階功能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行動裝置 點開 有沒有看到偵測跟旋轉的這些數值 所以如果說我現在要用到它 你看我先把它做一個偵測的 那 這裡有一個我們講的條件判斷是 這裡有沒有 如果 什麼情況發生 就做什麼事情 如果 否則就怎麼樣 否則就怎麼樣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預設的話 如果沒有這個 我先把它放旁邊齁 你看我們在這邊 有一個基本功能 有沒有跟邏輯有關係的 跟邏輯有關係的 打開 有沒有 如果跟執行 如果發生什麼事 這是不是就等一下我們在寫程式了嗎 如果怎麼樣 但是那個否則在哪裡 這個 齒輪這裡 有沒有一個否則 按著拉過來 就有否則了 這個地方是跟Scratch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用完了 再按一下它就收起來 按一下打開 按一下收起來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來這邊做條件的判斷 那大於等於也是跟邏輯有關係 有沒有一個 這個 大於等於小於 對不對 也就是說我今天 如果我偵測到 你看行動裝置裡面 我偵測到的水平 或垂直的數值 有沒有 大於等於多少的時候 或小於等於多少 那這個多少 因為是數字嘛 所以你要找這個地方 有一個數學式數字 老實講 這個直接寫程式是快很多 因為現在是要變積木 所以就是要這樣拉來拉去的 它小於多少 它就執行什麼事情 那執行什麼 你看我下面這個標準的 我已經寫好的 如果它大於0 我就把LED燈打開 然後呢 順便把它的翻轉的數值 有沒有就顯示在螢幕上 可是要顯示在遙控器的螢幕 遙控器是由誰控制 是不是由下面這個機幕控制 有沒有一個叫做遙控器螢幕顯示什麼 所以這個螢幕不是沒事幹的喔 你如果想要利用也可以拿來用 這樣就可以知道你手機水平翻轉 垂直翻轉 那那個數值是多少 因為你實際用過了 你就知道說 我要用那個數值 要判斷可以放在這裡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嗎 所以如果您覺得想試看看的 可以把我這個打開 一樣產生QR Code 把你的那個號碼打進去 就可以實際測看看 測看看說 我用手機可不可以直接去控制 那你要控制要用這個 我們在這裡 我是設成這個點 遙控器下面有沒有這個點 而且我是按下喔 就是按著不放的時候 我是設成按著不放 因為我放開了就停止 就不再偵測了 就是我放開如果 手按住這個翻轉 它會做開關燈的控制 當我把它放開 這個按鈕放開 它就不再做那個偵測 這樣 有沒有成功 有人有成功喔 這樣有沒有比較好玩一點 所以其實我們那個三軸 當然其實也有一個 原件是三軸的 但是其實我們手機就可以拿來玩 因為你用這樣玩的話 手機的其實也蠻好玩的 就可以跟我們生活上做一些結合 比如說你要考驗它平衡感的 或者玩遊戲的 這個就可以一起玩玩看這樣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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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